股盘 美股维持下跌局面 科技股跌幅领先 北京时间26日凌晨 美股周二五盘继续下滑 科技股跌幅领先 股指延续昨日的大幅播动行情 市场继续关注美股财报 俄乌局势与美联储会议 美联储从今天开始召开一期会议 立即会议结果将使美联储加息路径更为明朗 道指跌313.20点 跌幅为0.91% 报340051.30点 纳指跌350.90点 跌幅为2.53% 报13504.23点 标普500指数跌76.48点 跌幅为1.73% 报433.65点 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CBOE波动率指数 周二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涨 周一该指数一度短暂升至2020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基准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1.780%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1.023% 科技和通信等相继公布了财报 周二美股收盘后 将公布四季度业绩 美国运通发布财报显示 公司第四季度营收超预期 熟悉股票策略师David Cuxley年发布报告指出 数据显示目前公布一季度业绩指引的6家公司中 有5家降低了预期 他表示 未来几个月的业绩预期是令人失望的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中只有科技 既有2021年四季度业绩超出预期 同时又上吊了2022年一季度的业绩预期 而其他公布业绩指引的5家公司 都降低了一季度业绩预期 周一美股小幅收高 道指早间一度重挫于1000点 跌幅高达3.3% 标普500指数一度跌入回调区域 纳指日内一度重挫5% 但三大股指尾盘反弹拉升并录得涨幅 分析认为 周一美股盘中重挫 原因是通胀飙升 财报令人失望的收益 对美联储预期政策变化的焦虑 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迅速恶化的担忧 以新冠疫情延续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 使美股遭到大幅抛售 尽管如此 体资宝福的PK特罗顾普首席投资单 埃周一表示 他认为美股市场表现正常 只是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牛市之后 投资者尚未适应 他表示 我们看到是正常的波动 随着美联储工作重心转向遏制通胀 我们将看到股市出现 比过去两年更多的波动和回撤 全球股市正在经历自新冠疫情 爪乱市场以来 最糟糕的一个月 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 股市下跌到底代表着买入的机会 还是预示着更多资产类别 将面临更大压力 IMF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 从4.9%下调至4.4% 分析师称 动荡的交易表明 投资者正面临两难境地 部分投资者预计 今年美联储将加息四次 并担心这会对价格较高的股票造成影响 近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加速恶化 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 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 进入新的一周后 双方仍然剑拔弩张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从周二开始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无论提前加息与否 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已有预期 此次会议的召开 将使美联储加息入境预期更为明朗 会议或成为市场靴字落地的重要时点 市场预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将在周三利用他的会后评论为加息周期奠定基础 在获得批准方面 几乎毫无进展的情况下 英伟达准备放弃 以400亿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阿尔蒙 消息人士表示 英伟达已告知合作伙伴 称不指望交易能够完成 另一消息原则透露 正加紧准备阿尔蒙的首次公开募股 以作为英伟达收购案的替代方案 周一报告称 四季度营收为167亿美元 好于分析师的预期159.6亿美元 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6% 创下自2011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快的收入增速 第四季度净利润为23.32亿美元 同比增长72% 贪薄每股收益为2.57美元 上年同期为1.51美元 Mita Platforms在官网发布 人工智能研究超级集群 Vita认为 尼旦2SC在2022年中期完全建成 它将正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AI超级计算机 当地时候周二和白安泰提启动为一项临床研究 评估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据悉 两家公司招募了1420名志愿者 年龄分布在18岁至55岁之间 这项研究是欧美大型药企 对奥密克戎克异性疫苗的首次人体试验 强生四季度新冠疫苗销售额16.2亿美元 市场预估16.1亿美元 四季度调整后每股盈利0.92美元 市场预期0.85美元 美国运通四季度营收同比增30% 超预期四季度净销售额同比增长3% 净利润同比增长41% 逻辑上吊2022财年业绩指引 受5亿锐狼诉讼波被拖累 瑞信四季度恐勉强维持盈亏平衡 三兆四季度调整后每股盈利2.31美元 市场预期2.01美元 Waythin四季度调整后每股盈利1.31美元 市场预期1.29美元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称 相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极有可能投票阻止 其与火箭发动机公司Alveto-Katana的交易 雷神科技四季度调整后 每股盈利为1.08美元 去年同期0.74美元 上吊2022年2023年业绩指引 景顺集团四季度净利润 同比增102.2%至4.27亿美元